我贵好贵 爸爸你还经常不关大门呢 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是意外 真的 就是关于不关大门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 真的是忘了 我相信应该多数人 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真的真的就是忘了 真的 因为扣扣子 比拉拉链要来的重要的多 真的 我经常就是扣子扣了 但是拉链没拉 还好你知道吗 还好 就我没有那么胖 就是不至于 就是那个拉链会爆开 所以一般他没有拉 他也是和尚的 所以还好 我不能够后退 因为不是旅言 他说的可能是家门 没事 你们感觉是什么 就是什么吧 没有很大的关系 你右边后来 后面是 你右边后面 大鸡说 你右边后面是充电宝吗 不是 那个不是充电宝 那不是充电宝 不过真的好像空气净化了低 我也觉得蛮像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蛮像充电宝的 就如果是我 我也不会觉得 这个是充电宝吧 就是给那种 大型家电充电宝 那种 我真的是 就是充电宝 是不是很霸气 只有爸爸有 定做的都搅带上 不要这样子装鼻 真实 这比装的没有装好 原来还有抽湿器 我们这边都是加湿器 因为广州这边很湿 湿气重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加这个抽湿器的话 你整个家里真的会滴水的 太潮湿了 就是你能感受到墙冒水吗 就真的是那种 从墙渗出来水 我操就是 就真的是很 很潮湿 就是干燥气呗 差不多也可以这么理解 矮楼层的噩梦 对啊 所以我跟你们说 我之前就是为什么要搬家呢 就是因为 我不是住的不好 我是因为住的楼层太矮了 它就太湿了 也就是说 我不能够把东西放在 就是 厕所 厕所就更加湿了 打空调不就好了吗 是这样的 打空调没那么舒服吗 打空调很干啊 就太干了 干了你脸就特别干 嗯 你现在楼层应该不会潮湿吧 我现在楼层 当然不会潮湿 要不然我搬家干嘛 默奔越见我 默奔省一本 怕啰啰啰啰啰啰啰啊 我在想看 什么 我的天族的街道 别想看 这就是谁啊 神机病啊 香炽灯 我要把这个图片 加到我的桌面上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图彰添加 提特上 诶 怎么没有添加上 不行啊 颜色不太一样好像 草太小了 打倒吧 这种发型给人一种错觉嘴巴歪了 这个发型因为是偏分嘛 其实正常啊 说实话真的是视频比较挑角度 我不属于那种 就是365度无死角那种人 我经常很多死角的 所以如果说一旦 就是哪个视角没有弄好的话 就是就会显得嘴巴歪压这样子 哎 太多死角了 其实也没事 没问题啊 我头发没有关系的 好想打死你哦 你这个贱人 你好 好想打死你哦 你这个贱人 你过来 你给我过来 哈哈哈 现在不奔船的咖啡 我手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唇印的嘴 风吹的对接 微笑在天手飞 哼 你做你有点难追 想让我只能而退 礼物不许挑嘴贵 只要想写的落叶 营造浪漫的约会 明明是360度无死角 我真的有死角 死角还挺多的 只是你们一般喜欢下 喜欢我的宝宝呢 就觉得没有什么死角 不喜欢的呢 就是哪里都是死角 就是恨不得真的是 所以就无所谓了 长得好看的人 说错了 就是觉得你好看的人 他是喜欢你的人 觉得你怎么样子好看 哪怕是刚睡醒 衣服就简直就是 被人糟蹋了的样子 他们也觉得你 非常的性感和妩媚 死角也好 好的 我知道了 上升到哲学问题了 我今天看到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跟你们 这些男朋友和女朋友们讲 特别是男朋友们 就是如果说你们 第一次跟女生出去吃饭 然后你想跟她 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但是你又不知道 下次该怎么约她 或者说你 现在就想约她 下一次吃饭 然后呢 这个女生 这个时候提出了 AA制 你就跟她说 这次我请 下次你请 真的 又不会觉得好像 怎么怎么的 然后也比较公平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方法 特别好 真的 真的真的 就如果是我的话 我对这个男生 有意思的话 他这么说的话 我就明白了 我就知道 他对我有意思 因为就是 这次你请 下次我请 其实意思就是说 还有下次 知道吗 你宝宝说 是个很俗的套路 不会啊 这怎么是一个 很俗的套路呢 一般的女生 都不会提出AA制好吗 现在很多女生 都不会AA制了好吗 什么叫提出AA制 基本上没有希望了 现在很多女生 都不会提出AA制 所以这个不是很 很俗套的这个套路 而是这个女生 基本上很少这样 哎 一般说 那对方说 你是个好人 咋办 说实话 我他妈也没有对象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 我只是看到 一个觉得比较重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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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 然后我要来 告诉你们 就是我是一条 带生狗吧 那我想跟你们 分享一下 常常你们也去 脱个蛋还是什么的 但是 但我也不确定 这个事情 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我来 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要是觉得 不好用 你就不用吧 是不是 这也没有办法 不好用啊 老板 那好吧 我下次再看看 有什么好用的 我再分享给你们 这个我也不知道 是吧 哎 空有一身 泡溜的本领 我没有啊 我没有泡溜的本领 我身边没 没什么妞 我要是用什么 我要是有妞 的话 我早就介绍给你们了 真的是 本来有不错的 很多妞的 但是这些妞 真的就 慢慢慢慢的就 就就就没了 文文你约个粉试一下 就是我 我为什么要约个粉试一下 什么意思呢 你很喜欢周九伦吗 对啊 代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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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就一个吗 就一个吗 呃 你天天介绍 CC 我这么介绍他 他也没 嫁出去啊 所以算了 不推药他了 整个好像 我特别想把他 嫁出去 其实到 就是好像有一种 我好像特别 嫌弃他的样子 但是其实 好像是这样 嗯 大个表哥 不行 还有小表弟啊 没有小表弟 真的 我没有什么小表弟 我只有一个大表哥 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真的挺嫌弃的 渐渐淡淡淡爱 想 渐渐淡淡爱 有几个徒弟 我没有徒弟 我没有徒弟 我一个徒弟也没有 我没有徒弟 真的 我现在的感受 Hop in the fall 在吹着头发 飘动 牵着你的手 一阵莫名感动 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 将一起看着日落 一直等我们都睡着 那你有师父吗 我没有师父 我从来没有在 歪歪上拜过师 因为我觉得 拜师收徒这种事情 真的是一件特别 谨慎的事情 还有特别 重要的事情 这就跟你 怎么说呢 就是我可能 我比较就是 怎么说呢 比较注意这些吧 我觉得拜师啊 什么之类的 肯定是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的这种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的 你要是想做他的徒弟 你就得真的就是 一心一意的 做他的徒弟 好好地跟着他 学一下 就你在他身上 想要学到的 然后好好做他的徒弟 但是如果你想要 就是做别人的师父 你也好好做 别人的师父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 所以就算 我不要 比较传统吗 对啊 我比较传统 就好像谈恋爱 什么的也是 我是比较传统的那种 爱可不可以 永远单纯 没有白爱 我一心一意 做班长的 家的神兽 我想学你的逗逼 逗逼这种东西 其实你就多看看 什么搞笑的段子啊 还有多跟 就是朋友开开玩笑啊 多看看那些 综艺节目 其实你就 慢慢慢慢你就会了 嗯 大部为什么 变成女马家了 因为她就是个 女孩子啊 感谢秋风起买地伤啊 谢谢宝宝 买个萌女就到了 多开玩笑就可以了吗 其实也不是 会逗逼这种事情 其实也要看你自己 比如说你要 get到别人的那个点 就比如说 他一说那个话 但是你要多看 多听 你才能够接得上话呀 你要是不多看 不多听 嗯 你不说的话 那也没有用 真的 嗯 我写的歌 妈妈的幸福不让你可见 妈妈的幸福在她心里面 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主要是情商高 不然怎么办都不好使 你们觉得情商高 是什么样的情商高 是谈恋爱的时候 表现的情商高 还是什么 才能保持上 不会冷场 其实也不是啦 哪有什么情商 就是看脸 我不觉得 欢迎这个 王斯托洛夫斯基 好累啊 没有啦 其实我跟你们讲 其实说是 说实话 一般的人是这样的 我说是一般的人 我不是所有的人 一般的人是 第一次是看脸 我操 你二十年 他脸都看得不顺眼 你怎么跟他交流吧 是不是 一般情况下 第一次是看脸 但是脸看完了呢 脸和身材 都包括在一起 脸身材是第一次 判断人的一个标准 就是第一印象 但是你的泪涵呢 还有你的这个性格呢 是相处的标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 好看的皮囊 但是他的你的性格 还有你的三观 都跟他不合的话 这也没有什么用 一般都是 有人说 你的女婚要那么好看 然后身材那么好 你干嘛跟着分手 然后你就会说 我们不适合 很多人都会说 你是太挑剔了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不适合 然后 但是如果说 你长得都不太顺眼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人都是靠演员的 也就是说 你要是长得一般般 也没关系 你只要两个人 就是说 第一次看到对方的时候 都有那种很顺眼 然后想要认识的 那种感觉 是吧 那肯定是最好 但如果没有的话 有的时候是什么 比如说工作上 有这种相处一下 然后也能感受到 也不错了 好看的叫脸咯 丑的叫做咯 王八看绿豆 门门有故事 来杯酒 我要讲出我的故事 就好像我是吧 你们觉得 就很多 可能我的粉丝 可能是觉得 我好看的 对吧 然后外面上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是个女神 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 我也是被人律过的 对 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也是有点律的 真的 就我也是被人律过的 那种 就不是说 我长得好看 或者什么之类的 真的 长得好看 没有什么用 我没有钱啊 我没有钱 所以我被律了 你懂了吗 所以好看不好看 也不是很重要 没有钱 真的是烦死了 你讲的这个故事 我都想 我都想一醉方休 感谢这个 在天牙蟹 把我送的 棒棒 好了 不听周杰伦的歌 听周杰伦的歌 你们总说 我特别喜欢他 我也就是一般般 喜欢他好不好 因为毕竟你看 我那个时候的明星 就是周杰伦 潘伟博 蔡伟博 SH1 就这几个 我认识 潘伟博我不太喜欢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 他有我的歌 他有我的歌 不太好唱 你知道吧 他的歌好唱一点 所以后来就比较喜欢 就一直 一直听周杰伦的歌 听久了 有人卡麦吗 哪里 喂 喂喂喂 谁卡麦 好人 好人 你卡麦了 好人 好人 喂 喂喂喂 好了吗 好了吧 OK 不是 我不是说我那个时候 特别讨厌 这个派伦博 而是那个时候 就是第一开始 就是接触到的是周杰伦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人都是肯定是 先来后到嘛 对不对 就好像你们喜欢的明星 也有很多 但是你最先喜欢的那个人 你可能喜欢的时间 最久了 对不对 你是好人 你会找到合适你的人的 谁说的 谁说好人 就能找到合适的人的 前两天看新闻 有一个 有一个哥哥 照顾他的弟弟 我操两个人都 已经到了变成老人了 都六七十岁了 他照顾他的弟弟几十年 两个人都没有结婚 他弟弟好像得了一种病 反正就是很 很 一直都 他们都没有结婚